adunocc的燒錄 在adunocc是一個不錯的網站 它提供你adunoID的燒錄工具 如果你要燒錄一些開放硬體的板子 它是很好燒錄的 首先我們要有一個身份 你可以經由第三方認證 接受 比方說你的Google或者是其他的它接受的認證的使用 你有了身份之後你就可以選擇它的web editor 進入了它的web editor 那你就可以在這裡上傳你的ino檔 或者你自己編寫ino檔 編寫一個新的ino檔也可以 那這邊可以刪掉 這邊可以刪除 我們這裡已經是空的 那我們上傳一個新的 這個是我下載下來的adunoino這個檔案 下載完之後這個是編譯這個是寫入 但是寫編譯寫入之前你先要讓aduno 習習認識你的板子 認識你的板子 像我這邊已經有了 所以它已經認識了 如果不認識的時候 你要去下載它的 驅動 你的螢幕如果Windows是在右下角 它會有一個 aduno的 Logo的圖 那如果你沒有 沒有下載的時候 你可以到 安裝驅動是在這裡 這裡 安裝驅動 我們的官網上面 有一個驅動程式你去下載 執行完 你就會有 這個 aduno的logo 這樣子 它就會認識你的 板子 好 那你也可以選擇板子 假設你今天不是要燒aduno 的板子 UNO的板子 你可以燒其他板子 它支援非常多的板子 這也很多 包括ESP32各種都有 所以你只要選擇你要的板子 我們這一次是 用UNO來燒 所以我們選aduno 然後選擇campo OK OK 那我們就有一個aduno 然後你的campo是哪裡 我們嘗試讓它編譯一下 錯誤訊息會在這裡 下面出現 會在下面出現 出現successful 這就是完成編譯 那一些訊息在這裡 那直接寫入 如果你要看訊息可以拉起來看 這樣就已經寫完了 successful已經表示寫入完成 所以你可以利用網頁的方式很快速的 把 ino的韌體 燒錄進去 燒錄進去 這樣就可以完成 aduno的 韌體燒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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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